最近消息一旦聊关注是这个中共的三中全会今天闭幕了 那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公开三中全会召开的照片 网路上甚至传出了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那么大陆央视晚间今天七点的新闻联播 释出了最新画面破除谣言了 习近平他是正常出席了闭幕式 央视在刚开始的画面以如雷的掌声开场 那余会的全体人员是站立卖力的拍手 迎接习近平李强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走进会场 那同时画面当中也不时穿插习近平站立拍手 以及发言的多个特写画面 由于过去这个三中全会都会释出开会的画面照片 但是本届三中全会是没有任何照片 再加上网路上盛传 这个习近平身体是不是欠佳等消息 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不过呢今天晚间央视新闻联播 不但释出了最新画面也看到 习近平看起来非常的正常 也破除谣言了 那此外呢今天在三中全会上 也公布了人事部分 大陆的前外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人事 都已经有决定结果了 包括了这个新华社报导 三中全会接受了秦刚辞职的申请 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那但是呢并没有说明原因 但对秦刚保留使用同志的称呼 另外至于大陆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火箭军的前司令员李玉超 前参谋总长孙金明 则是确认是开除党籍的处分 因为我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觉得蛮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说这个三中全会 到此刻为止 一张照片出来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因为 这个习近平身体状况有问题 那今天各式各样的问题 有人说他踩空楼梯摔跤了 有人说他这个脑梗啊 有人说他中风啊 中风连细节都有 我至少看到三种不同的版本 但是刚刚呢习近平现身了 出席这个闭幕式 那这是中央电视台央视 释出了画面 破除了身体不适的谣言 大家看到没有 这习近平站在最前面 还好我们第一时间就讲 这是谣言 对 对对啊 这确实就是个谣言 大家看到他这个 这个走路的姿态啊等等 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风格 其实跟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 有了很多让这个西方媒体 见缝插针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版本呢 包括这个习近平中方的细节都有 表情都有 当时什么大家抢救的 什么画面都有等等 那当然啦 因为我们熟悉这个西方媒体操作 心里就有存疑 从一大早 从一大早 就看到YT上各式各样的 这个讯息出来 那到此刻为止 最新的讯息 这个结果已经公布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